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CLITAM CLITAM是我Channel Member所问的其中一支股 如果你也想向我问股的话呢 你可以join我的这个Channel Member 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分析 这个好像应该是有一些炒作股吧 因为你看之前是没有量的 突然间这么多量跑出来 它这边突破咯 然后这边突破 突破,又涨上去M200 其实这边其实就是这个买点来的哈 然后它就开始拉伸,飙上去 然后这边又有量,很多成交量 这边应该是很多人在出货 装夹出货 所以你就看到呢,这边有很很重的筹码 在头上面 然后脚呢,脚都没有筹码了咯 因为底下的筹码呢 已经转移去头上面了 所以现在呢,如果 然后呢,头码转移之后呢 股价呢,就开始下跌 看到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又弹上去咯 M260 弹上去,但是你看一下 注意一下 这边是没有量的哈 是没有成交量的 只是赏富自己玩自己罢了 啊 呃 今天呢,又跌破这个M260 老实讲啊,这个股呢 如果你已经,如果你打算进场的话呢 就不要去了 因为庄家这边已经出了货 他们不会在进去里面 把这些人解救出来的 就是说,我已经派了筹码给这些赏富 他难道又会进去里面 把股价推高 让他们拖身吗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哈 所以,呃 这种头重脚轻 这种形态,这种成交量的股呢 最好还是跑少碰吧 除非你这边满路的时候,那就可以 因为这个叫跟庄 现在满路的话呢 成交量你看一下 都是没有什么成交量的 都是自己玩自己 是不应该要进去啦 这个我是认为 进去的话,随时会被掏 我这个股友呢 就问几只可以进去 我讲你不要进去吧 你进去的话呢 你要去盯盘 而且这一边呢 你肯定是过不到的 最简单的事情 就避开它 避开,避开,避开,避开 OK OK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进的话 你可以试下它股价涨上去 ML20的时候 可以试下进 但是 啊 正讲啊,真的是不要进了 这个 因为进去之后 这边太多套牢盘了 OK 这个是我的方法 当然这是我的分享 不一定是对的 呃 你的钱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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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